马尔古福音第十一章 当他们将近耶路撒冷 到了贝特法格和伯达尼 在橄榄山那里时 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 对他们说 你们往对面的村庄里去 一进村庄 历时会看见一匹拴着的驴居 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 把它解开迁来 若有人对你们说 你们做什么 你们就说主要用它 但是会立刻把它牵回这里来 他们去了 便见一匹驴居 拴在门外街道上 就把它解开 在那里站着的人 有人对他们说 你们解开驴居做什么 门徒就按照耶稣 所吩咐的对他们说了 那些人最容许了他们 他们把驴居牵到耶稣跟前 把自己的外衣搭在上面 耶稣就骑了上去 有许多人把自己的外衣 另有些人把从田间砍来的绿树枝 铺在路上 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 赫三纳 因上主之名而来的 应受赞颂 那要来的我们祖先达位之国 应受赞颂 赫三纳 于至高之天 耶稣进了耶路撒冷 到圣殿里 周围查看了一切 时辰已晚 遂同十二门徒出来 往伯达尼去了 第二天 他们从伯达尼出来 耶稣饿了 他从远处望见了一棵 茂盛的无花果树 就上前去 看是否在树上 可以找到什么 极致走到那里 除了叶子外 什么也没有找着 因为还不是 无花果的时节 耶稣就开口对他说 永远再没有人 吃你的果子了 他的门徒也都听见了 他们来到耶路撒冷 耶稣一进殿院 就开始把在殿院里的 买卖人赶出去 把钱庄的桌子 和卖鸽子的凳子推翻 也不许人带着器皿 由殿院里经过 教训他们说 经上不是记载 我的殿宇将称为 万民的祈祷之所吗 你们竟把它做成了贼窝 司祭长和经师听了 就设法要怎样除掉它 却又害怕它 因为全群众对它的教训 都惊奇不已 到了晚上 他们就出了城 早晨 他们从那里经过时 看见那棵无花果树 连根都枯干了 伯多禄想起来 就对耶稣说 师父 看 你所种满的无花果树 已枯干了 耶稣回答他们说 你们对天主当有信德 我实在告诉你们 无论谁对这座山说 起来 投到海里去 他心里若不怀疑 反相信他说的必成就 就必给他成就 因此 我告诉你们 你们祈祷 不论求什么 只要你们相信必得 必给你们成就 当你们立着祈祷时 若你们有什么怨人的事 就宽恕吧 好叫你们在天之父 也宽恕你们的过犯 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 当耶稣在殿里徘徊时 司祭长 经师和长老来到他跟前 对他说 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或者是谁给了你权柄 做这些事 耶稣对他们说 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 你们回答我 我就告诉你们 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若汉的洗礼 是从天上来的 还是从人来的 答复我吧 他们心中思量说 若我们说是从天上来的 他就要说 那么你们为什么不信他 但我们怎敢说 是从人来的呢 他们是害怕民众 因为众人都以若汉 实在是一位先知 他们便回答耶稣说 我们不知道 耶稣也对他们说 我也不告诉你们 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我凭什么转发 我凭什么交给你们 有些人啊 检查